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呢,非常重要,会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大家,美拉加最重要的是,有两个英文字母,一个叫B,一个叫D。 那美拉加,你要在这份事业中长长久久的走下去,那你觉得是哪个数字更重要呢? 对吧,D,D更重要,是吗?那所以我们要解决D的话,用什么去解决呀?是不是用系统去解决?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要用系统啊,我们要系统运作呀,我们要推崇系统啊,就很多人只是头脑理解系统的好,但是你真正的只有你运作,然后你才会真的知道系统真的是很好。 系统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或者是某一个固定的,我觉得系统它是一个分为育材系统,以及系统运作,它更像是一个过程,一符合这样的系统运作,对吧,流水线这样子操作下来,然后你就能够品尝到倍增的味道。 那这个真的是只可以,会不可言传,我等会会跟大家讲几个关于系统运作,我这段时间做主工格的一个心得,时代一定要认真听哦,那好, 我们再,我想再次把我们的五张图再给大家过一遍重点,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我想帮大家认一下重点,我们就一起线上来互动,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就把那个答案打到公平上。 五张图的第一张图,那美来教两个数字是意味着可累积,95的回购率和300,对不对,那这张图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讲啊,首先,95%的回购率,我不知道你们用这五张图到底是怎么用的, 你们是直接面对你们想要分享的人,直接照着他们照着五张图读吗,当然也是OK的,你有的人他对方可能他的一个财商比较高,反应能力比较快,他可能也能够听得懂,但是如果说你很死板的对着读,其实效果是并没有你,不拿出那种文字版,我觉得会更好耶,大家可能刚开始不熟悉,所以需要读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95%的回购率,我是怎么样用这个数字的,比如说当我们在开箱跟进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引发一个人进入系统的时候,那你问他,你知道吗,每来叫95%的回购率,回购率是很棒的,然后对方就一脸懵,回购率是什么,就其实除非那个人财商是比较高的,但你光说95%的回购率,他其实并不一定会马上有感觉,这个时候呢,你要用人类能够听得懂的, 语言,就是比较生活化的语言去分享,那怎么分享呢,那是不是95%的回购率会产生三个结果,是哪三个结果,大家说一下, 嗯,95%的回购率会产生三个结果,你如果这个时候懵了,那你知道吗,你这个95%的回购率全是不好,你如果只跟对方说95%的回购率,其实数字他只能听过就过了, 但是你要把这个诠释出来,首先第一个,是不是人人可为,只是时间快慢,累积不同而已,就是我们是到达之,那我就会跟对方说,我就说,哎,你看我其实人妈也很一般, 你看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一个宝妈会以前上过班,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粉丝,那我也想了很久,但我觉得找到这个项目是蛮适合我的, 因为他不用考核,那如果我去做保险,或做一些业务型的公司,他可能会考核我的制度,然后呢,再加上,他这公司95%的回购率, 因为我们的收入是来源于老顾客,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成功一次就可以了,不用重来,你要这样子去跟别人说,这第二点对不对, 你就问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家以前是做什么的,比如说像我们家以前是做建材生意的,那我们家做建材生意的这个回购率, 真的是仅次于是卖棺材的,那卖棺材的回购率是零嘛,那做建材的回购率真的是非常低, 一个人普通的家庭买一套房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很少会买第二套第三套, 就所以说,没有回购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吧,你要不断的拉新的顾客,不断拉新的顾客, 你的收入是产生新人,不断的拉新人,拉新人,是不是月月归零,日日归零, 那就一当你的努力不可以得到累积的时候,你不断知道新的人的时候,那你怎么能够停得下来呢? 那我就会举这个例子给他们听,那再一个,我会说,我会告诉他们, 我们成功之后相对自由,这个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我会告诉他,其实这份事业,我做这份事业的目的是因为这个系统确实能够给我带来自由, 那像我,现在虽然下面会员也不多,可能就二三十个会员, 但是我的会员的发货不是跟我发的哦,你像你说的产品是不是公司直接寄给你, 那我只要服务我的会员三到六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沉淀出来老顾客之后, 那我的会员无论是现在的几十人,还是未来的几百几千人, 他们都是跟公司对接的,我只是负责前期的跟进而已, 那这消费者的层面对吧,包括你就说, 你像你看,你也认识我,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么普通的一个人,我也没有很好的一个做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但是呢,我们这个事业,那我们现在的育材系统就是我们的光学, 你就可以推出来了,你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光学是很厉害的哦, 就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就这一套系统帮助了很多小人, 我像我这样的把妈,在这边学习怎么样做倍增的经验, 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我也可以把这个资料发给你, 那你也可以听听看,我们这个是什么生意, 是不是95%的回购率,一下子就脱口而出了, 比你直接讲95%的回购率会产生点三个结果, 就这样背书是不是会更加生动, 甚至是如果说你光这一张图能讲得好, 别人说,那你把课件发给我看看吧,是不是就导入成功了, 对吧,那就是第一个, 95%的回购率意味着什么,那第二个三百四呢, 那这个更重要了,你要跟别人讲, 比如说你开箱跟进或者是引发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别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份事业吗, 为什么我不做卫商,不去做职销,不去卖货呢, 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百分之, 也不要百分之,就大部分的生意都是追着钱跑的, 但我现在做这个生意, 可是,对吧,钱追着我跑的, 我这个是管道收入, 因为其实别人对于建构一些老顾客, 主动向同一公司循环消费大于等于三百次的消费通路财, 的这句话其实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深, 但他可能不懂,不懂的话你就要解释了, 你就要问他, 你知道吗,我现在所做的生意就跟水啊, 自来水啊,煤啊,电啊,就是这样的公司是类似的, 那你要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你做的这份收入的性质, 对吧,那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去说呢, 你们一般这个让钱流进来的三点, 你们会怎么去解释呢, 让钱流进来的三个条件是什么呀, 好,那你可以这样跟对方说, 你说你看啊,像你们家自来水啊, 你们家的煤气啊,电话费啊, 宽带手机啊, 是不是都是让钱自动流进来的产业, 就像是你要盖房子的时候, 你要把水电煤气这些线路铺好, 对不对,那等到你的你入户, 就用户进,用户入住之后, 你一开水一开电,对吧, 然后呢一开天然气, 那公司就哗啦啦的进钱了, 对不对,他的钱就到账啦, 所以呢我们就能, 我们就会发现但凡这种项目啊, 就是这种让钱流进来的项目, 首先他都是要做好基础设施的, 对吧,那像我们美乐家这种基础设施, 就是公司花了1.6个亿打造的顾客留住系统啊, 等等的事, 就是不需要我们做的, 那有一群老顾客, 对吧, 嗯,所以说各行各业其实现在都是在抓老顾客的声音哦, 那再一次就是定期定额, 像水电费, 有人住就一定要有人用啊, 对吧, 更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宽带, 那我们都一般都订好套餐的, 那最后呢, 就是用户的消费行为, 替代销售行为, 也就是说你整个, 你买, 就这一点其实就是跟微商啊, 直销等销售公司的本质区别, 你看第三个, 没有买卖, 对吧, 那我们是消费不是销售, 那请问美来家和微商一样吗, 美来家和直销一样吗, 对吧, 肯定不一样啊, 因为我们是没有销售哦, 对吧, 我们是满足这个三点让钱流进来的, 所以你把这个一张一两清楚, 别人还会问你是不是直销, 是不是微商啊, 对吧, 你就, 就步过而破了嘛, 别人大概心里面就有印象, 你们这个声音是让钱流进来的呀, 是不是, 那第一张图就这两点非常重要, 第三点什么, 就是25嘛, 你可以跟别人讲, 我告诉你,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成为我的会员, 我在美来家是一定要拿到SD这个结果的, 因为这是每个小人物都可以拿到的, 小人物都可以拿到的, 我再拿不到, 我都不好意思啊, 就这个平台又可以累积, 对吧, 对于我这种小人物,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创业,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那我的目标, 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目标就是达成SD, 那他会问, 那什么是SD呢, 你就说SD的话, 我这样告诉你, 我告诉你多少钱, 你可能会不太懂, 那我的目标就是在我的市场里面帮助500个家庭, 换用美来家安全的产品, 那当然这500个消费者不是我一个人做到, 这500个人是我自己只要推进25个人, 然后呢, 就会倍增到500个人, 那我大概每个人可以拿30块钱, 我大概一个月的话收入在1万5左右, 就是你这样跟他说, 然后他就心里有点数了嘛, 对吧, 那但是这样我们可以去分享, 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 25怎么被增到500的, 那如果别人问那25怎么被增到500, 那你也可以跟别人说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想问一下你们关键点是什么, 第二张图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听过十大特性最后半小时那个五张图的录音了吗, 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那是我们重新讲的一个更新的版本, 我都那录音里面都有超黑版这个重点是什么, 都有讲好哦, 28定律, 28定律, 开分店, 加盟店, 如果不清楚的伙伴, 你可以再去把十大特性听一遍哦, 第二张图的重点是20%的经营比例, 你懂吗, 就是说美来家事业有成, 那有的人说我亲对上50, 亲对上百人, 我都上不了, 我都掉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也有啊, 为什么走错路了, 为什么走错路呢, 那首先, 25个人20%的经营比例是不是五个D, 那我请问你这五个D如果只是一个消费D, 它只是产品好,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跟随公司开了几次会, 看到这么多人做成功了, 就凭着那种天然的相信去分享, 请问你觉得这种D稳不稳妥, 只知道产品好, 产品妙, 产品呱呱叫, 公司好, 公司妙, 公司呱呱叫, 然后就不知道了, 你说这个D能够走多久, 他自己可能这个D还能够推荐10个人, 可是他复制不下去的, 没有统一的, 对吧, 没有统一的工具, 没有统一的预裁系统, 没有大安的计划,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图, 这个图的重点是20%, 那我想问一问现在在线的各位哦, 你现在侵退多少人, 你的侵退D是多少, 你除一下嘛, 那如果说你的侵退量是50个人, 按照20%的经营比例是每个成功的关键, 那你要出多少个侵退D啊, 50乘以20%是多少, 是不是10呀, 是10对不对, 那OK, 那如果你侵退50, 侵退出10个侵退D哦, 这是20%的成功的经营比例哦, 那如果你侵退25个人, 你要出多少个侵退D, 20%的经营比例, 只能比这个多哟, 那你是不是要出5个对不对, 非常好啊, 那25个你要出5个, 如果25个侵退, 你没有出5个D怎么办, 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出5个D, 是不是你要去讲5张图, 为什么一个人他不会讲5张图啊, 因为他没有进入系统学习啊, 他对这5张图他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基本功太差了, 因为基本功太差了不学习, 所以内心没有力量, 怕这个图是假的, 就觉得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天哪这个东西真的还是假的呀, 5张图的信任, 其实是源自于你在育裁系统里面, 完善的了解三大科目之后的这样的感悟, 这个才是很重要哦, 所以说如果你25个侵退, 你都没有出到5个侵退, 这个时候你不去抓自己5张图的导入能力, 引发能力, 你还跑去天天去增加你的B, 对吧, 推荐30, 40, 50, 你推荐上30, 上40, 上50, 你只要4句阵言, 对吧, 你好你在吗, 请你帮我一个忙啊, 成为我的试用会员吧, 支持我半年啊, 请问4句阵言, 这种类似于简单求支持的方法, 他能帮你出D吗, 他能帮你求支持来一个消费者是OK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指望, 你4句阵言能够是帮你求来一个系统D, 是求不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达到20%经营比例, 你知道你的努力范围在哪里了吗, 你像我看到有些伙伴哦, 清退都20, 30了, 都40了, 还出不来清退D, 清退D上一个掉一个, 为什么, 没有三大统一啊, 他的伙伴, 别人的伙伴有工具5张图, 他的伙伴都不知道5张图, 别人的伙伴都是已经用工具了, 用挖掘机, 他的伙伴用手刨土, 刨的一手都学累死了, 结果还刨不出个结果, 跟别人讲美来家, 长了三天三夜, 从小长到晚, 也长不出个名堂来, 为什么, 没有工具啊, 对吧, 讲不出个所有人来,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啊, 钱的性质是什么呀, 可以拿多久啊, 可以做多大啊, 就凭着个人魅力, 或者凭着我的成绩单, 凭着我的个人影响力, 凭着我的说服力, 凭着我的亲和力, 这个你关系好, 不代表关键一致哎, 像这里我之前就举的是我妈妈的例子,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但是呢, 他就是跟伙伴关系也是比较, 他是很爱付出的人, 就动不动见面, 塞给别人一个艾维特, 塞给别人的一个益生菌, 真的对人超级好, 然后呢, 他的伙伴也是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把他的伙伴, 有时候我妈对我伙伴, 真的是不亚于对我, 就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然后一打电话, 打个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我估计都有, 我爸爸都听他把电话都头痛了, 就把电话之后包到, 两个人关系都好成了闺蜜了, 结果对方还是不做, 为什么, 跟我妈妈关系好, 可是他带不看懂啊, 只是个人的私交好呀, 所以说那也不能怪我妈妈,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来五张图, 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所以之前有了工具是不是要好好的, 那我, 是我有做的, 但是他五张图用好了, 他跟我面都没有见, 他就出低了, 这次我在合肥落地的时候, 有一个伙伴, 我们九宫格没有多少次, 就是我们两个人, 语音好像次数也才两三次不多的, 但他见我的时候, 因为我一屋子人, 我还没有认出他, 大概二十几个人, 我就问他, 我说你推荐人是谁啊, 他说他上个月出了两个新推低, 这个月一号又出了一个新推低, 我说那你这些低是不是系统低, 他说放心一定是系统低, 满足三大统一, 都在, 而且他启动没有半年的时间哦, 而且他就说我说你推荐人是谁啊, 他说我推荐人是你啊, 我说你太厉害了, 真的是系统厉害对不对, 所以当, 就是像你看包括刚刚分享那个乔林, 我跟他见面应该不超过三次吧, 你看他出了五个新推低, 而且这五个新推低不是我给他ABC建立, 我帮他的伙伴讲五张图的, 是他自己跟别人讲五张图的, 懂我的意思吗, 你像包括还有一个新推, 他是已经是爬了好久, 三个月吧, 最少三个月爬上低, 但是呢很神奇的是他, 他这三个月中对吧, 他自己努力学习, 每天学得可认真了, 柴柳金有浓度太阳高, 他自己通过五张图导入了一个伙伴, 他上低的时候, 他的伙伴也上低了, 而且关键他那个伙伴下面还挂了一两, 一个人, 应该是一两个, 我不太清楚了, 反正他的伙伴也开始导入别人进系统, 学习了, 估计这个月要冲低, 你看一出他虽然刚上低, 一出出三十个人, 对吧, 下面挂一个低, 再下面挂一个低, 加上自己十个人, 不是三十个人吗, 虽然他人脉真的很差, 刚上低,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着急, 对吧, 你慢慢来, 哪怕你每个月留住一个老顾客, 你一年你也能够上二零, 对吧, 但是你只要有这个出低的能力, 你只要能够跟别人学会讲五张图, 对吧, 有这个茶路就浓度, 你这个基本功到位了, 人数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本来二十五个人通过一辈子累积是没有问题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离开美来家, 是因为推不到顾客而离开, 都是因为出不了地而离开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带看懂带进系统重不重要啊, 五张图重不重要, 对吧, 那我想这么多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我跟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说啊, 一定要, 我这次在合肥区落地聚会真的是超搞笑, 我大概落了四场还把五场, 我已经忘掉了, 冯姐我的一个轻推在我房间, 她就说事成我看着你落地, 我想到了一个词语, 她说复读机, 就是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复读机, 就是已经被程序化机械化了, 我那四五场楼里讲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甚至都来不起自我介绍, 都包括上面的人, 有些人可能都不一定认识我, 但也有人可能基本上都认识我啊, 我都没有过多的寒暄, 我是PD啊, 我有什么样的成绩啊, 以前做卫生啊, 代理多少人啊, 这些我都没有过多的去讲, 上来基本上就讲五张图了, 就再看懂了, 然后呢, 讲完五张图之后, 我就给他们做大安铁计划, 就同样的流程, 我记得破辣姐因为她这两, 因为在合肥的时候, 她是跟我住一起的嘛, 然后她就跟着我听了几次落地, 她说天哪, 师诚, 这系统完颜的这么简单呀, 你怎么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她第一次听我讲五张图和大安铁计划的时候, 因为有一窝子人嘛, 然后我们都在讲大安铁计划, 每个人出多少地, 导入多少人, 真的奉回真的是, 就大概是系统化的话, 那个市场真的是爆发蛮快的, 然后她就一边, 她跟汪洋琴还有小文字, 做到后面, 听五张图一边看大安铁计划, 一边拍大腿说, 哎呀, 真的是太好了, 市场要爆发了, 这第一次她听完现场的感受, 第二次之后呢, 依旧还是有点激动, 然后呢, 但没有第一次那么激动, 第三次我在毛毛的房间里面, 跟毛毛的市场过系统化运作, 就是五张图加大安铁计划, 然后那个, 我看李美平的眼神都迷离了, 因为当时晚上好像都快十一二点了, 我那天晚上赶了, 有两到三个厂去讲这个系统运作嘛, 就检查他们的五张图, 然后李美因为也比较晚了, 所以她可能有点困, 你看从刚刚开始听得很激动, 到后来听得都快睡着了, 为什么, 因为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呀, 她虽然睡着了, 但是在做大香腿计划的人, 都是兴奋的不行, 都知道哇, 人生有希望了呀, 这个这么简单啊, 你就等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好, 这就是我要陈述的这一点啊, 就系统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二张图, 这个20%的经营比例, 对吧, 你得出来的低, 是不是要是系统低, 系统低要满足三大统一, 哪三大统一大家再说一下, 同一工具五张图对吧, 你要进化成人类了, 不要再用手去刨了, 反正要用工具, 那第二个呢你要,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五张图, 其实现在也有蛮多人在用的, 但是我觉得五张图的精髓是什么, 五张图的精髓, 其实一定是依靠于预才系统的, 也就是我们的光学预才系统的课程, 就这个课程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这个课程的含金量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试成的是, 就是我们试成台湾魏老师的, 这样二三十年的倍增的学, 然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然后呢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大底盘是非常的纯正的, 这样的一个血统, 那其次加上我们团队, 这五年来的成功运作经验, 就包括现在很多台湾的领导人都在, 就是台湾的, 因为台湾的群维也在嘛, 他们也是三大统一, 第一个统一工具五张图, 他们就把我们的五张图变成了, 他们的五张图, 他们是三十四点嘛, 但其实五张图不是我们的, 本来就是魏老师的五张图, 魏老师每次来大陆就拎着一堆资料, 然后那堆资料里面, 反正就一大堆嘛, 复印起来可麻烦了, 但后来就被我们团队的刘彦林, 然后呢就东拼西拖这五张图, 这还蛮好的, 后来呢我们又发现五张图的顺序, 可以变一下, 这样更方便伙伴去复制, 刚开始的五张图, 其实第二张跟第三张的顺序是反的, 现在我们又进行修改, 包括到现在我们又加入了三大统一, 就不断的把这个工具优化优化优化, 所以现在台湾的群里面都在复制五张图, 觉得可轻松啊, 以前就可能还要靠魏老师去讲, 然后呢很多人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好, 但现在四个人都能够把五张图一讲, 就觉得很神奇吧, 所以你看我觉得真心做好事的人, 最后那封爱一定是回了到他那里的, 魏老师这么无偿的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把这么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沉淀下来的, 就是我们系统运作的这样一份力量, 也回馈到了台湾的市场, 是不是就是爱人者, 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就这个意思, 那第二张图的重点大家记住了吗, 百分之二十的经营比例,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的经营比例是什么, 如果你的经营比例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所以你要赶紧去练你引发动机的能力咯, 懂吗, 那其他的什么百分十八万啊, 还有百分之零点五的达成率, 这个我就不讲了在十大特性里面, 就是所以说图二的总结, 是为什么SD人人可为是基于三点, 第一个留住上手务老顾客人人可为, 第二个每个月消费四百人人可为, 第三个达成率百分之零点五人人可为, 你天天说SD人人可为人人可为, 你喊成了口号谁相信呢, 你要有理有据的告诉别人, 为什么SD人人可为, 首先第一个, 留住如果说每个人在规定, 你要清退上一百, 清退上两百, 清退上三百, 你才能够做下去, 你要有好多的人嘛, 你要学会微信群发, 微信分类, 跟不同的人打不同的交道, 对吧, 你要变成那种谈什么, 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超高情商, 你这种可复制吗, 对呀, 如果你面子说每个家要留住一百个顾客人人人可为, 两百个顾客人人人可为, 对吧, 你要这样要求, 那谁敢说SD人人可为呀, 但是留住二十五个顾客人人可为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 月消费四百人人可为, 如果说你像十八, 我们的员购性是来自于十八万的消费额, 是来自于四百五十个家庭, 每个家庭消费四百块钱, 这是源头是很健康, 都是来自于老顾客, 那虽然我们现在经营的话是初低, 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初低到经营者, 就是不对的哦, 我们再怎么不对, 我们的员购性还是来自于老顾客哦, 这个源头是很干净的, 你要弄清楚, 只是我们的运作的模式, 是发展分店的模式, 像可能金麦大佬一样, 这个大家理得清吗, 那十八万的消费额, 并不是由三个微商大咖, 直销大咖, 每个月卖六万的货, 那如果说每个月卖六万的货, 请问人人可为吗, 肯定不人人可为啊, 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一年两年三年买, 就是卖货还行, 那你卖那么久, 那你真的是需要能力了, 而且需要不断的人嘛, 不断的拉新的人, 所以说月消费四百块钱, 是不是更简单, 也是人人可为的, 你产品哪怕不专业, 对吧, 你不懂很多的营养学, 你买, 让别人买个四百块钱, 还不是轻轻松松, 是不是, 像我产品真的就不专业, 我好多产品知识, 都是我的会员用出感觉来, 他们说, 这个这么好, 那个好, 就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再说, 产品知识很专业, 别人都很厉害, 才能够去分享产品, 都不需要这样子, 换个品牌试试看, 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 毕竟好产品是自己会说话的, 我们只要帮他装好四个轮子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达成力, 百分之零点五人可为, 那这个更好了, 对吧, 如果说美来家只给你一千人, 让你达成五百人, 那是不是太小气了, 但他给你十万人, 是不是, 如果美来家说, 十万人里面你要上, 你要有五万人, 你才能够上SD, 那是不是很难做到, 对不对, 但是五百人是不是人人可为的, 基于这三点, 你才敢说SD是人人可为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要把这三点, 你要告诉你的消费者, 你想要引发的人, 以及告诉你的经营者, 他才会有信心, 好, 那继续, 第三张图的重点是什么, 第三张图的重点是, 这份事业可以做多大取决于分电量, 重点, 像你们都有张图吧, 20个分电乘以25个本电, 等于500乘以30, 等于月收入15乘以12个月18万, 然后乘以50年是900万, 那SD的生价是900万, 那上班能拿900万吗, 其实也能拿到, 但是你要干50年, 像我现在马上, 这个月一过, 我就要步入30岁生日了, 那我再过50年, 我就80岁了, 如果我上班的话, 我要干50年, 才能够拿到这么多钱, 我80岁, 我再拿98万, 我要钱有何用, 我都老了, 是吧, 那如果我上班拿了这么多钱, 我是要干50年, 我是没有自由的, 我的整个自由是要工作的, 但我美来家如果说是拿900万的话, 我请我自不自由, 那是不是真的是很自由了, 对吧, 那所以说, 嗯, 这是SD, 那是40个嘛, 那身价是1800万, 那这是翻一个倍嘛, 对吧, 那这个具体我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这个你们可以去听, 十大特性最后半个小时的录音, 那这个图的重点, 我再跟大家拎一下是, 你们想不想把分店, 从20到40到100到500, 想吧, 那你们想, 那请问通过人去倍增, 还是预财系统去倍增呢, 是不是一定要进入预财系统, 那我们的光学院是叫什么的, 不是叫你卖平平罐罐的, 如果说你要卖平平罐罐, 那我都卖销售的这种技巧, 真的你都不需要来学这个习了, 这是12堂课, 不是来教你卖平平罐罐, 是来教你干嘛的, 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光学院是教你做什么的呀, 是不是教你做倍增的呀, 对不对, 我们是教倍增学的, 所以说学习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推荐服务会员吗, 不, 如果只是为了推荐, 你根本都不需要学习, 你卖个面子就好了, 毕竟活了那么久对吧, 这点面子还是有刀, 请人换个品牌, 可是你不学习, 你就不会讲五张图, 不学习, 你就不会导入伙伴, 伙伴不学习, 他就只会推荐不会出低, 对吧, 那所以我问大家, 如果说一个伙伴出不来的, 意味着什么, 一个伙伴出不来的, 意味着他不会讲五张图, 为什么他不会讲五张图呢, 因为他没有学习, 为什么他没有学习呢, 因为他的推荐人没有跟他讲五张图, 为什么他的推荐人没有跟他讲五张图呢, 因为他的推荐人没有学习, 所以他的推荐人不知道系统学习重要性, 所以他的推荐人没有跟他讲五张图, 那为什么他的推荐人没有学习呢, 是因为他的推荐人没有跟他讲五张图, 所以他不知道原来比较这么好, 所以他也就不学习 那为什么他推荐人的推荐人的推荐人 不跟他讲武装说呢 因为他推荐人也没有学习 是不是知道到后来又是这样子的 对吧 就是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学习重要吗 对吧 你不要只能想着去统一这个统一那个 你先把自己给统一了好不好 对吧 你以为让你低加钱对吧 学习是白学的吗 学了整整一个月两个月是白学的吗 12堂课每天重复的听是白听的吗 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 目的是为了让你上低之后开箱跟进的时候 有引发动机的导入能力啊 你不学习你武装图读都读不顺的 只要你有导入的能力 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你的清退问题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吧 但是如果你会讲武装图在系统学习充电 你不仅会推荐 你还可以引发清退低蹭蹭的出 对吧 大多数的SPED低不稳是为了什么 他们的级别不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绝对不是人数 而是因为低不下去 清退低不稳定 对吧 现在有了系统是不是这个通通解决了 要么就不出 要出的低 就是系统低都是可以上SD的 我们现在可牛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系统都牛到什么地步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级别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复制SD 复制N个SD 也就是说你先自己达成SD 自己成为系统人 然后呢 你不是要出10个D吗 你就把每个D当做SD去培养 那每个D就出系统D 出这出这出这 不出了4个SD 而且都是4个系统SD 直接跳过1D上ND 身价从1800万的目标变成4500万 天哪太美好了 只要你把每个D 对吧 别人来美来家不是为了上个D的 你好好对他 好好把他就是武装图渗透 让他进入预材系统 引导他进来学习充电 那么对吧 他就能够上SD 哪怕两年三年 对吧 那也是能上的 这个时候你离你的ND计划 是不是也就是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上着上着就上了ND 对吧 就这么的简单 太美好了 那嗯好 那对 这就是我们的这张图 然后我讲完第三张图的时候 我都会重点跟大家讲 我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光学院是学倍增的 那体育老师不会教倍增吧 音乐老师不会教倍增吧 倍增学才会告诉你 什么叫做倍增 那你要来学我们三大科目 像我跟你们讲 我做了那么多场九宫阁 居然还会有一些SD 甚至ED的领导人 三大科目都背不出来 还会说学习美来家 三大科目是哪三大 认识美来家 经营美来家 发展美来家 怎么蹦出个学习美 但是我心都凉了 我只能告诉自己 是我自己复制不到位 还好帮他做了九宫阁 检查出来了 不然清退的一滴都 三大科目可能是因为紧张 也可能是因为长期 不学习忘了 所以为什么他的市场不稳定 不稳定是有原因的 明明是有原因的 对吧 你自己都没有去真正进入系统 只是头脑知道 看别人出地出的多 看别人五张图运用的好 看别人学习 觉得那么开心 自己呢 就每天自己瞎想瞎怀疑 也不去回到真正的系统中 去知觉悟 就整天担忧这个 担忧那个 对吧 三大科目都 你都不熟悉 请问我还指望 你的清退地能熟悉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先同意自己好吗 那包括 这张图就是讲的是 你提到这个数字 我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没有学倍增学 不但你的清退 你的市场低不能 从20到40到100到500 甚至是你可能只能拿到 你清退25个顾客的钱 那那个钱是非常的少的 只可以顾客的钱 那你跟做销售有什么区别 你拿不到倍增的间接收入 对吧 你不要说900万了 你900块你都拿不到 上了个地你就掉了 你可能就不做了 你就拿那么一点点的钱 是不是 所以这张第三张图重点 就是你们一定要去 跟大家贯彻三大科目 然后再引导别人 进入我们的光学院 育材系统去学习 这个才是长长久久 能够帮助你这个伙伴 对吧 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 这样的能量的一个中心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 核心的一个宝藏 一定要去抓住 那第四张图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间接收入 甚至是半分钟讲完 500人服务25个人 但可以拿到 475甚至更多的人的收入 对吧 这个我就不再说了 在十大特性 最后30分钟 你们自己去听 如果你不跟你的伙伴讲这个 他是不是就以为 自己只能够拿到 清退十几20个人的钱 他就不会耐心去跟进服务了 其实说白了 跟进开箱 就像我跟你们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清退 然后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 然后他一下子出了好多个清退 大概四五个 五六个吧 我不记得了 而且才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 上个月还不要上上个月 清退续定率百分之六十几 这个是真实的 你知道问题出来哪里吗 然后那时候 后来我就回去找问题 因为后来我就去看他的 就是我就去问他的干妈 我说 我就去看他平时在运作什么 然后我就发现 他们居然还在拉群 去教如何续定 然后我说 你在干嘛 他说 我在交伙伴搞续定 忙死了 就那几个月 他真的非常忙 忙着焦头烂额 都没有忙到 没有时间学习 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当时我跟他说 你要讲五张图 结果他说 五张图下个月再抓吧 这个月先抓续定吧 好多伙伴续定不会搞呢 请问问题出在哪 你们知道了吗 是不是又变成了 搞逼的问题去了 说白了你如果说这个第一 他看懂了五张图 看懂了商业模式 那十个消费者 他一个一个去跟进 老老实打电话去温暖 能留不下来吗 有新的人能留不下来吗 没有新的人 你再告诉他去温暖名单 再告诉他去 去给他讲 太多的方法技巧 让他去留住 也是没有用的 别人心都不在这了 觉得满下没什么好做的 是不是 所以看懂最重要啊 所以后来呢 当时我想着 既然他不听就算了吧 让他吃点亏 可能也是一种成长吧 然后现在就老老实实的 去复制武当图了 并不是说我们 不能够去交伙伴 开箱跟进 其实这堂课 在系统课程里面 推荐跟进 倍增 这堂课里面都有讲了 里面讲了很多的心法 你完全你认真去悟的话 你是个人 有点脑子 都能够学会的 你还去交伙伴 开箱跟进的细节 难道你的女儿要结婚了 你还要去教你的女儿 怎么跟对方过日子吗 这种细节的事情 不是两个人之间 该去磨合的吗 手伸的太长了 伙伴 你养着养着 这伙伴的能力 就被你给养废了 连最基本的思考 用心 怎么样去跟人相处 都不会了 是不是我们把伙伴 看得太小了 对吧 再看懂 至于怎么开箱跟进 我们带个大方向 不要去框死他 你不要走了走了 又走到B的路去了 是不是 一旦有B的问题 一定是D的问题 没有解决 是不是 这个道理 好 所以走D的路的市场 跟走B的路的市场 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真的信任系统吗 还是你觉得 如果你真的信任系统 你真的会走D的路 可是很多人是表面上说 哎呀 我们有预材系统 我们有光学院啊 可是你看看 你在做的事情吗 你真的相信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自己进入系统 你先自己老老实实的 进入系统 然后去运作 我觉得你自己 会有答案的 好吧 这个有的时候 就像魏老师说的 有时候 这些路都得自己去经历 就像以前 我也是不懂系统的 但迷迷糊糊的 就这么系统运作 就起来了 后来又忘了 对吧 那时候我们团队 刚开始 其实是系统运作起来的 然后后来 又自己起来了之后呢 讲课的人也多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 技法法法都出来了 然后自己也蒙的 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 回顾现在系统之路 是不是这个过程 都得要自己经历 但我觉得也是挺美好的 然后我记得猫姐 还说了句很经典的话 她说 多亏了前段时间那些 就是离开美来家的那些人 然后呢 让我们团队把我们团队 就是逼得爆发了 如果不是他们 现在事成肯定是不会再统一的 肯定是不可能再去 把我们的预裁系统去规范的 是不是要感谢那些人 成就了如今的我们 更加有力量了 对吗 好 那第四张图讲完了 第五张图更简单了 那我问你们 你们想不想复制NKSD 想吗 想的话 那就告诉你们 第一个SD的话 是想多少个D 清退多少个D 是不是20个 清退5个 那下面先最重要的坚写是上D6 清退三个D 市场10个D 10个D出个D 20个D 这是就是D6的倍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D6以下上D4 D4清退两个D 市场五个D 五个D 每个D出个D 十个D 是不是D6 D4的话是清退 D4以下上D3 第三清退一个D 市场三个D 三个D 每个D出个D 六个D 六个D 那你肯定满足D4的条件 是不是讲完了 就半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这个图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每个D出D 如果这个D就是个消费D 只要产品好 产品没有 有用吗 是不是 是不是必须要满足三大统一 对吗 那OK 三大统一的D 那第一个统一工具 我们已经讲完了 对吧 才花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我还跟你们扯了好多的闲话 对吧 就是你 你讲完了第一个工具统一 第二个 预裁系统的 就是我们的光学院的统一 这平时25分钟的这样的学习 是为自己学的 不是为别人学的 那你包括第三个大量体计划 大量体计划的话 你们现在 你们12月份大量体计划都做了吗 如果没有做 你要赶紧做呦 如果你自己不做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帮伙伴去梳理 像我们现在 我沟通过的 五张图的伙伴 我都会去检查 他们的大量体计划 他把计划一发给我 我就知道他这个月 到底会不会做事情 这个月或者下个月 或者下个月会不会晋升了 大量体计划一摆出来 就能够看到这个人 未来三个月的命运了 就这么的清晰 因为五张图早就会讲了呀 而且我再跟大家讲的是 五张图不是用来学的 当然学是一部分 学是跟育材系统学 五张图是用来干嘛的呀 五张图是用来用的 五张图是工具 工具是用来用的 不仅仅是自己学的 如果你抱着五张图 你不去用 有用吗 那就是一张废纸 没有用的 只要你要 只有你去用 才能够发挥这个辈子的魅力 能够明白吗 那第一个 大量体计划 你们如果没有做了现场 我们就一起做一下 现在4600多个人 我们一起做一下好不好 那第一个是什么 就写好 光学院系统运作 大象腿计划 某某某 12月 那第一个什么 我们一起说 是不是第一个 美人的故事 故事是结合十大特性 你根据十大特性的录音 去写故事 你不要一说自己的故事 就 就是 比谁惨呢 比谁不容易呀 当然每个人都不容易 其实没有谁容易的 你说了半天 对吧 然后别人也 你挺不容易的 哎呀美人成功了 恭喜你呀 然后没有了 你是不是你的故事 要有 就是能够带看懂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启示 像今天乔林的分享 她的故事是不是 一分享出来 对吧 以前创过业呀 投过资啊 所以呢 她非常能够看懂 这份事业的安全性 现在看到别人在装修店 就为别人担心 你看现在那么多店 有多少店 没有老顾客的店的生意 是很少 很亲近的 对吧 一砸砸几十万 上百万的 对吧 回头客都没有 天天拉新的人做生意 对吧 而且那么多的开销 她自己投了一百多万的店 她自己知道做店不容易 是吧 你听她的 非常的围绕这十大特性 对吧 可累积啊 安全性啊 等等等等 包括倍增啊 是不是一看 就是学习过的人 一看就是 查出金融浓度高的人 而不是 就是那种 只会讲 哎呀 感谢公司 感谢领导 感谢某某某 然后呢 感谢系统 感谢怎么 感谢一堆 然后说 我以前都不容易 我小时候都不容易 怎么怎么样 就这个都是不可复制 因为你的故事 是你经历的 别人没有把他感同身受的 可复制的是什么 可复制的是不是我们 就是你的成长 能够给你带来的 一些关键的点 比如说过去 你经历了一些经历 比如说你 被别人骗了五十万 骗了一百万 那你以前是怪别人 这个人真坏 把我骗了 但你通过现在 我们的学习 沉淀之后 你会觉得 这个其实是我 当时有贪念 我的贪念 让我在这边摔了一跤 如果我不把我的贪念 剔除 那以后我还是会上当的 这个时候你就有觉知了 你就会自我去 觉察 自我反思 自我成长了 对吧 所以你的美来家故事 要不要每个月都要重新去梳理 成长呀 那我光学的科技里面 大量的心法 都是很多是 身心成长的东西 我觉得我都是 在不断的去悟 我觉得每悟到一个阶段 我自己内心 就那种 那种很安全 然后就那种安全感 真的是自己给自己的 源于你对自我的了解 所以每个月 自己给自己对话一下 写一下美人故事 好吗 围绕十大特性的 那几点去展开 这样子 你有的人光靠故事 都能够导入别人 进系统学习哦 当然啊 一定是要配合五张图 讲商业模式的 对吧 再看懂 好 第二个就是 学习二十五 学习二十五分钟 这个不过分吧 那我都会跟我的新人讲 如果你要一年达成SD 那你就每天学一个小时 如果你想两年达成SD 你就每天学二十五分钟 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化 对吧 说退一万步说 你要 你要少了一年没有学 那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啊 毕竟你才是这个事业的老板 可是你自己偷的懒 你自己 对吧 你没有学到的东西 到时候引发的时候 你总不能还照着这个稿子去读吧 对吧 所以 总结 平时二十五分钟的学习 是为你自己学到 你把这个导入的能力 拿捏在手了 一导一个D D就冲到了 D 一旦是系统D 它就会复制D 它就上SD了 一导一个D 一导一个D 是不是爽的是自己啊 其实收入是你拿耶 对不对 所以系统就是我们的充电宝 那第三个呢 这个没有问题吧 第三个是什么 嗯 第三个是什么 产品观 那这个以开好 就是留住顾客的四个轮子为主 如果你光讲五张图 产品都不用 那这肯定也不行 这是产品爱用者的事业 产品好 就像一个人做事 为人处事 正直善良 对吧 城市守心 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产品好不好 它自己用了就知道了 本来就是试用制 对吧 那下一个 这个产品观是针对于新人的啊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推荐计划 导入计划跟 推荐计划 导入计划跟 初低计划 请问你们12月份 你们自己打出来 12月份 你们打算推荐多少个人 人进入美来家 来试用产品啊 推荐的时候 一定是简单推荐 不要复杂推荐 你推荐的时候 用五张图 其实就是 你能用影响力 就用影响力 对吧 你实在不行 你再用事业力嘛 对吧 因为能够用几句话 讲进来的人 进来了再说 对吧 非常好 推荐四个 五个 六个 你们真的是厉害了 好 那导入几个呢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输入三个数字 推荐几个 导入几个 出几个低 对 让我看一下 331 像四川的乔雪说 推荐三个 导入三个 出一个低 太牛了 还有呢 导入两个 非常好 我跟大家讲 还有是 丽莎说 推荐四个 导入六个 出一个低 还有人说 推荐五个 导入两个 出两个低 那个推荐五个 导入两个的那个人 我想问一下你 你推荐五个人 只导入两个 另外三个人 你是看不起别人呢 你为什么不跟 你为什么五个人 你开箱的时候 只跟两个人说五张图 另外三个人 为什么不跟他们说 是你觉得他们 不值得去了解 这份事业吗 对吧 我觉得你推荐五个 就要导入五个呀 就像我开篇 跟大家讲的 95%的回购率 意味着什么 那三点是 你可以跟别人 唠家常的呀 开箱的时候 你不可能光讲产品吧 你就跟别人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啊 因为它可以累积 我的努力 不会淘汰呀 我现在带着小孩 没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 总共有一天 我能到达 而且不用考核 那我做这个事情 互相对比较自由啊 对吧 我们都有 公司有CDM系统 和顾客留住系统 我们团队又有育材系统 那我做这个 我做的这个事情的声音 是老顾客的声音哦 所以我在这边 沉淀的是老顾客 是不是你都可以讲呀 对吧 哪怕你看像 每次讲一个一张图 你一个月四次 你也能够讲到四个图呀 你跟别人说 我的收入 你不要以为 我就推荐十几二十个人 拿这么点钱 那我们是可以拿到 间接收入的 你是不是第四张图 也可以讲 第三张图也可以讲 第二张图也可以讲 第五张图也可以讲 都可以讲的 对吧 所以出 推逼的目的是什么 推逼的目的是为了出逼啊 反正别人都进来了 反正都是你的人了 最差的结果 不就是退出会员吗 他也没有损失 你也没有损失 为什么不在 人家是你会员的时候 多跟别人讲讲五张图 除了让别人了解 我们的产品之外 多一份机会 去了解我们这么 牛的核心价值 对吧 我们的系统呢 是不是 这可是我们最引以为好的 因为好产品的公司 太多了 但是有真正的 系统的公司 真的是只有美了家 你知道吗 肯德基的竞争对手 可能是麦当劳 是吧 或者是 COSA竞争对手 或者是 等等等等 反正 我感觉很多行业 都是有竞争对手的 但是 我可以很坚定的说 美了家真的是一只独霸 没有竞争对手 因为95%的回购率 就除了一些 就是国企 国家垄断的行业吧 但我感觉也真的是 不容易能够超越美了家的 美了家是这么牛 他就 就95%的回购率 COSA系统 就没有人跟他竞争 你说一些微商 对吧 短评块的项目 出来跟美了家竞争一下 就只有那些 没有看懂系统的人 才会 就是 这样的一些 伙伴 才会被 就是被他们 所吸引走 到时候 还是要不断的换跑道的 因为努力得不到累积 就真正看懂系统 是绝对走不了的 想走都走不了 因为真的是 看懂了系统 拿不到结果 都 就是 都觉得是不好意思的 就我就觉得 美了认真是非常好 就只要你进入系统 都是KSD的 对啊 推荐就是可以导入了 所以为什么让你学习 你上低的时候都不学习 你知道产品好 产品没有 产品挂挂就好 那你在别人开箱的时候 别人说 那你这个做的什么声音 别人一问你就懵了 那你别人如果一问的话 那你是不是 你就可以跟他讲五张图了 所以学习不是白学的 所以我们上低之后 直接是导入进系统 学后面的四堂课 对吧 我们把三经都直接取消了 后面四堂课 是不是有大安腿计划 也有五张图的 这样的一个运作 包括组织如何 有效成长里面有讲了 出来这十个点 你上完低之后 直接导入 对吧 从你那么十几个 二十几个人里面引发 引发出两三个人学习 对吧 你过个两三个月 你自己出了一个低了 那你是不是就低三了 对吧 你就所以引发是 只要他进来了 随时随时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再怎么引发 别人也不可能亏呀 对吧 你再怎么引发 别人买东西 只能够三百四到两千啊 所以不要害怕引发好吗 一定是用低 去解决逼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常常说美来家 就像我开篇说的是低的问题 对吧 为什么美来家 是解决低的问题 你早晚都得面对这个问题 逃不了的 你也没有办法逃 你要逃的话 你就不要做美来家了 你就做销售吧 卖卖东西 不要学倍增了 你也不要拿间接收入了 是不是 你学了倍增 对吧 你学了你的育材系统 学了倍增 你才能够拿到倍增的收入 就懂我的意思吗 我问你 你知道我刚刚举的一个案例 我有个经济 他爬了三个月才上低 但下面已经出了一个低了 而且他都是自己 讲武装图 讲来的那个低哦 而且还不是我ABCD哦 是不是这个低 他肯定是能做下去的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他能出低了呀 他能低下去了 而且他低还能够出低 那如果同样的 如果另外一个一个人 假设也是我的心推 最近二十三四十五十 一个低出不来 跟别人讲经营还害羞 武装图呢也不用 然后呢 然后也不学 然后呢只会说产品好 产品没有产品 呱呱叫你来用用看吧 然后每天服务消费者 然后呢服务的特别周到 但一个低出不来 请问你更想要 哪样的合伙人 就大家懂了吗 对吧 我今天讲的 真的是非常的百话文了 都是我这段时间 就是九宫阁以来累积的 就听了那么多的伙伴的故事 然后总结出来的 然后我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要跟你们讲的啊 再跟你们讲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 有的人会说 哎呀我觉得 事成的SD 事成的D啊什么的 都是天上掉起来的 好容易啊感觉 还有人问我 事成你也去引发人吗 我跟你们讲几个 经典的案例啊 我跟你们讲 我有很多是盯自护的 也是微信从来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甚至是 就是平时 还有 我还记得 我还有一个伙伴 还把我给拉黑了 但是呢 你知道我都有勇气吗 拉黑了我之后 我心想 哎呀我也没有做 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反正我坦荡荡 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 毕竟对吧 他市场那么大了 我跟他可能有点小误会 他可能觉得我不够爱他呀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就拉黑了 然后后来我想着 哎呀也是在我伦敦 去伦敦之前发生的事情 后来我想算了吧 我就跟他打个电话吧 后来我就打个电话 还不知道发个短信 啊应该发个短信 我就跟他把这个误会解释了 后来他说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 就误会解释了嘛 然后我就把他微信 重新加回来了 然后加回来之后呢 但他其实心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芥蒂 因为总会觉得说 哎我那么多情绪 会不会不爱他 然后我就跟他 就偶尔就跟他聊聊天啊 对吧 也不是特别刻意 我就跟他发发照片啊 或者是跟他聊点什么事情 然后温暖着温暖着 后来我们就 巴里岛还见了面 啊现在我们关系可好了 然后他 他以前也是没有系统运作的 但是自从我也是花了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跟进跟进跟进 不断的去 去跟他强调这个系统 他现在系统运作可好了 下面好多伙伴 又重新进入了轨道 事实上蹭蹭蹭蹭蹭 蹭蹭蹭蹭蹭 导入伙伴进来 是不是也是来自于我的跟进 我当时没有想说 哎呀别人都把我拉黑了 我还去 去跟别人 解释这个误会 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 他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没有什么话是讲不开的 毕竟是 对吧 曾经他也那么信任 我成为我的会员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 就是那还有包括好几个呢 那我还有一个伙伴 也是我的一个轻推 就是那时候 就我还 我为了去 我为了去引发他 你知道吗 我曾经 我都 我飞到他的城市 第一天我跟他 在一起住的时候 我说你市场怎么样 他就说 哎呀家里面带孩子啊 忙啊 五张图没有人讲啊 就各种 就是没有信心嘛 然后怎么怎么样 压力大呀 然后我当时也没讲啥 后来就睡了 然后第二天呢 我就继续组织落地 然后他就看着我系统运作 估计有点感觉了 就发现原来五张图这么好 后来呢 我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看一看 你的一个伙伴 正好也是在一起嘛 然后他说行吧 然后去了嘛 刚才是还没有想去看他的市场呢 后来我们就一起开车 去到他的市场 然后呢 就是第一天是去看了他的一个朋友 当场我们也就那么几个人 人不多的 就那么几个人 然后呢 我讲了五张图 然后呢 把他老公也引发了 然后当时他们就问我们要客舰了 然后是他的一个 一个好闺蜜嘛 然后他当时就有点感觉了 然后呢 后来我们第二天又赶 又赶着去看他的一个 一个轻刻的SD 也是以前有能力做 后来又有信心了 后来呢 我们就见了面之后 就吃了一个饭 他的那个伙伴又带了一个 一个伙伴 他那个伙伴呢 也是不是美来家的人 然后我就开始 我们就一起讲系统 讲五张图嘛 讲了讲了 他的伙伴说 哇你太厉害了 你居然这个思维 绝对是系统思维 太高了 这个高度 就很有兴趣嘛 当场就问我们要客舰了 结果那个SD就有信心了 就发现 哎呦那五张图这么好啊 以前我们跟伙伴聊天 聊几天几夜 伙伴都不懂 是什么 怎么现在 你一顿饭的时间 就让别人看懂 因为你要资料了 而且我们去两个地方 就一顿饭的时间 大概也就 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所有的事情 就开始回来了 然后回来的路上 真的是太搞笑了 他回来的路上 因为别人在开 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 在开车嘛 一边在回来的路上 他一边在那边 找给他点赞的人 讲五张图 在此之前 他都说我找不到人 讲五张图 但是呢 他看了一遍系统运作 发现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秘密 就是五张图 硬实赶着去分享 对吧 然后大量体计划做一做 就是我们会做 大量体计划 跟五张图的 这样的一个三大统一嘛 然后他发现 哇又可复制又简单 然后现在也慢慢的 进入到轨道了 你看这是我的第二个 虽然我们关系特别好 但他在我的名单中 也是属于丁字户 为什么又关系太好了 你说什么 他都懂 毕竟都那么多年了 对吧 去让他看到 其实我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每个人的价值 是很值得的 你花一点时间 去看看他 对吧 花一点时间 去帮助他达成SD 帮助他看懂系统 对吧 你帮助你的伙伴上 达成SD 你就能够拿五百人 每个月的收入 这种被钱追的好的项目 真的也就没了家了 那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 还好几个丁字户 反正还有一个丁字户是 还有一个 也不叫丁字户吧 也是平时 也不怎么回我微信 也不理我 好几个这样的人 数不胜数 反正我的丁字户名单 都有十几二十个 然后我就基本上 我截止到上个月 上个月为止 这些丁字户的名单 90%全部已经 已经开始 系统运作 我都跟他们的市场 开过九宫格了 就三个月以前 这些人都是处于我的一个 就是那种冻结 冻结名单 他们就市场呢 也掉不了多少 但是呢 也没有往前走 因为没有系统化嘛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去跟进 一个一个去跟进 然后呢 先是引发他 然后呢 群发跟他讲系统的重要性 就是五张图的内容 然后呢 但基本上群发系 效果没有那么大 因为还是不走心嘛 那我都会跟他 一对一的语音沟通 跟他聊聊天 然后跟他讲五张图 要不然就是 把他的市场约起来 检查五张图 就慢慢慢慢的去激活 就逐个激活 逐个系统化 那我记得 还有有一次 我去成都 看邻居你的演唱会 都看完回来 吃完夜宵 那个伙伴 也不太丁字户 因为还是一个低 然后呢 我就跟他打电话 半夜啊 打了一个小时 跟他讲五张图过了 应该是半个小时 没有那么久 我就花了半个小时 跟他过了一边五张图 从此以后 真的是开挂了 在此之前 我们俩的聊天记录 是没啥的 就是空白的 在此之后 我跟他打完电话 讲完五张图 和大象腿计划的运作 他可有信心了 他告诉我 前两天 就跟我留言嘛 说他又导入了一个伙伴 新会员就进系统了 然后新会员 一边用产品 一边听我们的 低加型的课件 比如说饭的失影录嘛 然后呢 他还说他还会出一个系统低 就是把大象腿 他说他这个月的计划 是推荐六个人 导入四个人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还会 就是这两个月导入多一点 因为他刚上低嘛 然后下个月 他会轮着出好几个 就是慢慢的会出 一个两个三个低 你想想看 就是我那一通电话 就把他再看懂了 然后给他制定目标计划 他就马上就有信心了 是不是同样的内容 对吧 都是不是天然掉下来的 这次在合肥的时候 我就是跟李美平分享了 关于丁字户的这个事情 然后李美平就感慨说 哇 李美平跟你兵 他们都在我身边嘛 他们就看到 回来之后 他就跟伙伴说 你看失神 都是一个一个伙伴去跟进的 一个一个去 就是也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你真的是 去让带看懂嘛 然后其实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就其实当你心中 就是你 你不会有那种傲慢 与偏见的时候 你就就是 你放下你自己的时候 就是你就想着 就是简简单单的 你就说 我真的是希望你好 对吧 看懂了系统 你上个SD 身价一千 身价九百万 日子不太好过啊 是不是 这日子是很好过的 而且真的是人人可为的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是不会有什么丁字户了 当然我的名单中 还有个别的丁字户 但我也不着急 对吧 总有一天 对吧 温暖着温暖着 他也是会进来的 但如果说 万一他进不来 我觉得我也认了 毕竟 因上尽力 果上随缘 我觉得我真的 已经是尽力了 就在于你不进来 那也是属于 你可能自己 有自己的一些功课 对吧 自己有自己的一些 要该经历的一些路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秘密 然后基本上 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到这边了 是不是系统运作 就很清晰了 对吧 真的是一定要 就是我发现 很多人 为什么他 就是会 总觉得是 看热闹 就觉得 别人的市场 讲武装 讲的好热闹 对我的商人 有没有用啊 你看我的市场 都没有人 三代内 都没有人 在轨道了 然后呢 都好久 也不出来冒泡了 你想想看 你的市场 都停止那么久了 这个时候 你还不去足够激活 你自己去慢慢的 导入系统 对吧 你老是指望着 团队领导人 然后老是指望着 咨询线 帮你去激活 那这个 你肯定还是 要从自我做起的 大家能明白 我的意思吗 那你 你这样 我刚刚举的 那个例子 像我之前呢 去跟进那些伙伴 那他们不知道系统吗 他们不知道五张图吗 他们都是我的侵推 我每天都会发微信 给他们发群发的 他们肯定知道五张图 为什么 我从三月份到现在了 五张图都已经出来好久了 已经快半年多了 一年了 那为什么 有的人知道他不去做 是因为那是停留在 头脑的认知 但你一定是基于 你用心去实践了 谁受益 对吧 谁运作 谁受益 谁才知道这个的威力 就是你看 如果说他只是停留 在头脑的层面 那你 真的是要去做给他看 然后呢 帮他做一遍五张图 那我问大家 如果十二月份 比如说你这个月 没有出击计划 那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说明 十一月份没导入 十月份没导入 九月份也没导入 对吧 所以这个月赶紧导入 即时导入 你导入两三个月 对吧 哪怕说我们说慢一点 一个月我们就导入 两个人进系统学习 老老实实实 导入跟进 这两个人进系统学习 一年你也能导入 十二十四个伙伴 二十四个伙伴 而且已经是很忙了 这个节奏 出十二个地 真的已经是很忙 所以为什么 你们就能够理解 你看像我今天分享 那个轻推乔林 他就能够出五个轻推低 对吧 像我这次和飞健 那个伙伴 他已经这个月 我们他才始终 两三个月吧 三四个月 他出了三个轻推低 所以我为什么 我都自己很有信心 我能够重新再培养出 二十个轻推SD 真的一点都不吹牛 因为这二十个SD 的这个种子 他们都是有导入的能力 他们自己都能将我账图 把别人讲进来的 都不需要我ABC的 就是这么的系统化 没有什么不可复制的东西 都是可复制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每个人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走对路 走系统之路 真正的相信系统 而不是喊口号 系统好 系统没有 推崇系统 我们都不需要 这么表面的文章 因为我们真正希望 你能够市场收益 拿到稳稳的持续收入 和全方位的富足 这两天我做酒工格吗 有几个心得 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其实有几个例子 我觉得特别搞笑 首先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做酒工格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伙伴 他是我的一个二代伙伴 然后他出了有九个D 然后就五张图说的可顺利了 所以怪不得他能出那么多D 这导入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可是我在检查他的 我的伙伴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伙伴 将五张图讲的 不是那么的顺利 所以他其实市场 就是他的市场 大部分是他的轻推D 也就是说我还开了一个玩笑 我就说我说你这个行业 又不是教会了土地二死师傅 你怎么能够这么自私呢 光你自己会讲五张图 对吧 你却不让你的伙伴去讲 他们讲五张图 他们出的D 也算是你的人数 就是这个案例 就是很好玩 就是后来他在恍然大 我说原来我要去 抓伙伴的五张图 不能光我自己会 因为其实五张图 你光自己会讲 对吧 你自己出D 你让你的推荐人 让你的领导人帮你去讲 是他会讲 你还是出不了D 所以归根到底五张图 虽然说可能对于新人 会有一些难度 其实也不算难度 当你平时25分钟学习 学个一个月都是会讲的 像我这两天九宫格 我遇到的一个新人 他是上个月刚刚 刚刚启动 然后呢学了一个月 然后这个月上D 然后呢他前两天发微信给我 他就说 他说师臣 我跟一个伙伴讲了五张图 然后讲得好烂啊 然后他还来纠正我 还教我怎么说 不过最后 我也算是 他也说愿意跟我一起来学习 就是他就讲得很烂 他说对方都听懂了 就你看他已经能够 把人导入进来了 然后呢有一个伙伴 他推荐了大概四个人嘛 然后这个时候呢 然后就没有怎么动了 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去盯着他 结果没过几天 因为我想着他可能还要再学习嘛 因为可能才进入一个月不到 结果突然发现他的小姨 然后也开始 居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丢了一个课件给他小姨 他小姨后来就加了我微信嘛 加我微信之前 他已经把低价前所有的课程 全部听完了 然后我们那天就过了一张 过了一下五张图 然后瞬间他又清晰了 然后后来 他就前昨天 昨天 今天 然后他又做了大象腿计划 把一年的SD的 一年是SD的计划都做出来了 而且还是 他是这个月才学了 估计学了一个月不到吧 现在新人可厉害了 然后他就我那个轻推 就跟他的小姨一起 决定手拉手上SD 然后我的轻推 他推荐了四个人嘛 然后看他小姨都开始制定SD目标了 他就说我也要开始努力了 然后我就安慰他 我说不要着急 他说他最近都没有开始学习 我说不要着急 你小姨一年上SD 大不了你三年上 然后他就觉得有点着急了 他说我也要好好努力了 所以其实真正难的不是上D 如果你们 就是我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一辈子对吧 上个D 或者上个20 真的是没问题的 十个人二十个人 推荐是不需要学习的 卖个面子 这种有勇气的人 自然会 自然会去分享 对吧 你是爱用者 真的是没有问题 就关键是 真正难的是出D 对吧 你说一个人 他能够复制一个D 那他还上不了D吗 他都能够出一个D了 他还 对吧 他都出了一个D了 他肯定有信心做了呀 对吧 他再怎么样去努力去推荐十个人 也是可以做到的呀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 一个伙伴 你要考验他是否是系统人 真的要考验他三大同意哦 五张图会不会讲 他不会讲上了D也没用 如果不会讲五张图上了D 他上20上30上40 不需要五张图吧 四句真言就可以了 有什么用呢 出不来D 是不是 就拿清退顾客的钱 拿不了间接顾客的钱 拿不了间接顾客的钱 拿不了倍增的钱 你跟上班有什么区别 对吧 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那你要再美来赚间接顾客的 这样的一个倍增收入呀 就是能够出系统D的人 是一定可以上D的 可是上了D 他只会推荐 不会去导入的人 上了D 对吧 也是只能够赚清退顾客的钱 也是没有办法复制 他就难 难就难再出D 但是你进入系统 这个就解套了 因为你不会 就算你五张图讲的再烂 你把别人导入进来了 是不是别人也会学习 对吧 相当于是你 像我这两天做九宫格 我都是一条线一条线做的嘛 然后就是有的是三代 四代五代 我就会检查四代五代六代 看他们的复制情况 去根据这个情况 看看他们前三代 有没有复制到位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看 虽然你们在我四代五代六代 但是你们跟你们前面的人一样 都是听到这个同一个课件 对吧 就算你们的推荐人 你们的自语线 不会讲课就有什么关系 不需要你讲课 都是听同一个版本 他们会讲五张图就够了 把你导入进来 进系统 就是给你们这大的礼物 然后大家都觉得 确实是这样 本来就这个道理 你不会讲课也没有关系 是吧 所以以前我们就是会 绝对说清退治百病 那真的是 雪零零的教训 根本就不是清退治百病 而是 而是你能够培育出系统D 才是治百病的 对吧 你能够培育出系统D 咱们要么就不出 不要出就出三大统一的系统D 对吧 而系统D其实是很好出的 只要你五张图 大概也不用说 全部能够能够说出来 只要懂 然后能够大概的 读几遍读顺 对吧 别人为你赚什么钱的时候 你不至于说哑口无言 对吧 低价钱的课件 快速听一遍 然后呢 大家的计划做一下 大家的计划 把文字表面都给了你们了 第一个 你没有上帝的时候 第一个干嘛 先学 整理这每家故事 对吧 你实在不会整理 你听听十大特性 你就知道你的故事该怎么写了 写几个触动你的点嘛 真记实感就好 第二个每天学25分钟 第三个过产品观 对吧 第四个呢 推荐 然后呢 再做一个C计划 就没有了 就当你满足这三大统一 就是个系统D 你把一个伙伴 把这三大统一 给他都复制到位了 他就能够往前走了 他就有目标了 像我这两天 鼓励的很多不是D的伙伴 他们可能还是新人 才进入来一两个月 我就鼓励他 我说上D 我不担心你 只要你能够讲五张都出D 对吧 只要你上了D 我还怕你 你怎么样十个人 都是可以找到的 一点都不担心上D的问题 然后我就鼓励他 我说 你就是你先 对吧 你这个月先上D A名单 简单支持一下 上D还不快一天的时间 只要你真的是想要 做这份事情 然后呢 你上完D的同时 这个月导入两到三个人 尽量去导入嘛 对吧 然后当然如果说 你能够推荐多少人 导入多少人 那是更好了 你在开箱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讲 让钱留进来的三个条件 我做了这个生意 跟直销不一样 推荐的时候你不要讲 因为简单进来 就简单进来 就不要复杂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 你还不好好解释 本来美来家 就跟直销不一样 跟卖东西的不一样 我们是管道收入 对吧 进来了 你还不好好的去解释 难道等他们退会的时候 都以为你还在做直销吗 那这不太冤枉了 对吧 所以进来了 都是你的会员了 最少的结果 不就是不买东西退会吗 所以他只要进来了之后 你不但让他了解产品 可以让他了解 更多的公司文化呀 对吧 了解我们的商业模式呀 他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懂吗 这叫导入 有兴趣他就来学 没有兴趣 没有关系 你就做个消费者 所以这个叫出低的目的是 推逼的目的是为了出低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排线 现在其实按照 魏老师的平凡企业家里面 就一条消费线就可以了 一条消费线 一条就是类似于是 保留线 还有三条经营线 那么我们现在是两条消费线 他的三条经营线 就是两个消费线 足够你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出低的目的 推逼的目的是为了出低 对吧 你的十个人 你都可以跟他讲五张图 搞不好哪个人 万一想要经营呢 对吧 所以你那个线 一旦消费线 就可以变成经营线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消费线 最多就两条 一两条就够了 其他三条线都可以当做 对吧 你引发了种子 因为你引发了种子 不要傻乎乎的 一下打三代 万一第一代第二代不做呢 第三代不就卡了吗 你就要观察 这个人是不是系统人 有没有做三条统一的计划 然后呢 再来排 再来考虑要不要回补 看看他是不是系统人 对吧 走不走系统 然后不走系统 不统一不学习 那肯定就不要回补了 回补了也是卡了那个人 对吧 还要看他的回补力 看他的就是 各方面的就是 他的心性啊 有没有人家人的气息啊 等等 这样子 有那么多条线 你总有一条线 是可以打下去的 然后我这两天 九宫阁 我就鼓励伙伴 我说 我就给他们定计划嘛 可能有的伙伴还没上低哦 我说你这个月 先把低给上了 这个月不上 下个月上也没有关系 人马差不要紧 反正你这辈子上低 我是有信心的 但这两天 就这段时间 你要练五张图 因为万一在上低的过程中 有人问你怎么经营 你能够说出来 对吧 能够导入一个人 进来跟你学习 你也就不用 孤零零的一个人学习了 带着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 跟你一起学 出一两个低 你不就低三了 然后我说 你的目标 就三个月上低三 然后上低三的时候 你每个月 哪怕只导入两个人学习 三个月导入六个人学习 哪怕出两个低 你都是低四了 对吧 再倍增三个月 市场两个低 清推两个低 市场五个低是低四嘛 五个低每个低出一个低 如果你这个低 都是相当统的系统低 那再倍增三个月 一个低管好一个低 那就六个低 对吧 六个低 清推是三个低 那就是低六 你再倍增三个月 十个低每个低出一个低 如果是系统低 一下每个低管好一个低 三个月再倍增一轮 那就是对吧 再清推五个低是SD了 基本上一年SD计划 是稳稳的 只要你走低的路 然后我这样鼓励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们说 正好是一条线的嘛 我就说你看 你们每个人对吧 目标一致 对吧 方法一致 然后呢 三大统一 每个人找25个老顾客 然后呢 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低 每个人对吧 去按照20%的基因比例 去看看你的市场 像我就会问你 清推多少人了 像有的人他会说 我清推15 15个人 12个人 13个人 我说那按照20%的基因比例 你要出几个低 他说要出两个低 我说那你两个低出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两个低没有出 他说因为没有讲五张图 他自己就知道 要去跟这十几二十个人 去出低了 对吧 去引发导入了 学习就会认真学了 因为不会学 不学习呢 怎么会讲五张图呢 对吧 内心不相信 讲不出来的 讲的都是片面的东西 然后说完之后 他们就知道 该努力的方向了 就你要按照20%的基因比例 去看你的市场 如果你像 没有10%的基因比例 就是10%的基因比 是美国成功的关键 如果没有这个 10%的基因比例 你轻退20 对吧 30 50 100 也是个第二呀 所以基因比例 才是关键 对吧 一个一个去问 然后呢 就是每一条线 去给伙伴 制定他们的SD的计划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来美来家的目的 不是为了当一个消费低啊 我就问一个领导人 我说你现在市场 有没有你的市场 轻退低 还有市场低 有没有都系统化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那些系统 那些消费低 你要不去系统化 他们真的会掉哦 要么系统化 对吧 让他们倍增下去 他们来美来家 不是为了做个消费低的 好好跟他们谈一谈 跟他们讲讲武装图 如果做个消费低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还不是把他们带看懂 让他们能够复制低 对吧 能够往前走 去做一个消费低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低不下去 低不出来 对吧 那你光想着推荐了 那你就想各种的法门 各种家 家好友的办法呀 微信怎么样 备注啊 设置啊 5000个人怎么样 群发啊 怎么样 你群发5000个人过来 你也是个第二呀 你复制不下去啊 对吧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走低的路 还是走逼的路 懂我的意思吗 包括带伙伴 其实并不能太死板 你要灵活运用 对吧 你不能够老是给伙伴设置 太多条条公公的限制 你们发现没 我的课程里面 其实比较不同的在于 我的课程 其实是很少模式框架的 不会规定 你一定不能怎么样 一定不能怎么怎么样 就是没有那么多 太多的那种枷锁 就像是我发现很多领导人 带伙伴 把伙伴带成了机器人 这个也不能 那个也不能 就是按照你这样 就是要学会灵活去运用 只要他大方向 他知道是在出低 对吧 你像我有个轻推 他不小心 自己低加性的课程 还没有学完 他就导入一个人进系统了 那这种情况 对吧 也没有关系 对吧 总归他有 他如果说不学习 他导入进来了 还算好 导入不进 那是他自己该走的弯路 对吧 我们就是尽可 只要带看懂带进系统 然后让他快速 把低加钱的课程过一遍 而且也不要让他 就觉得说 每个字在做笔记 就是你 他学完了笔记 记一个感悟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平安企业家 手要堂课 是反复听的嘛 而且一定不要吝啬 鼓励伙伴 就是像有的伙伴 对吧 他们学的真的是蛮认真的 是很踏实的 然后我就鼓励他 我就会说 你是肯定可以上 低到 他们就非常的有信心 因为他们已经会导入了 如果一个伙伴 他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 五张图也不会 像我做九宫国 还有发现有的伙伴 五张图都可能 都版本都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他的咨询线 因为我都是一条线 一条线做的嘛 那他的咨询线 我就会问他 我说亲爱的 你看看你的伙伴 复制的多好 连版本都是错的 然后我还会开玩笑 说我说 其实也是我复制不到位 如果我早一个月 帮你做九宫国 也就不至于 你的伙伴 连版本都会错 如果我早出差 就早点好了 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 系统运作 还是要靠自己运作的 你像我的世界上 我不都是一条线 一条线的去梳理吗 大家明白吗 而且现在你们的线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一条线一条线的去引发 对吧 带着五颗星 闪闪发光出发 就不要觉得引发一个人 有的人引发就很简单 对吧 随便讲了几句话 别人就进来学了 但这种不是碰运气 你还是得要有实力 对吧 就你要真正的懂 这个美来家的 就是商业模式 和它的发展模式 商业模式就是我们 有果推因 像魏老师说的 那我们的发展模式 像可能英霸大网一样的 就是开分店的形式 就这个你心里 要是非常清楚的 当你清楚了这些之后 你根本就不会去 就是觉得 这个什么生意 跟我们有没有冲突 那个什么公司 跟我们 跟美来家有什么区别 美来家的商业模式 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因为它是在做管道收入 不是在卖东西 就像让钱流进来 对吧 符合三个条件 一群老顾客 定期定额 还有主动消费 和主动消费 而不如主动销售 光这三点 你去任何行业去 比除了国家 就是水电煤气 对吧 跟美来家一样 你没有竞争对手的 所以完全不需要去担心 你像包括刚刚 你看这个群里面 这个弹销 他也可厉害了 他自己才是个D 然后呢 导入两三个人 进系统了 然后呢 他只要导入两三个人 进系统 他就肯定能够往前走啊 对吧 他有导入的能力 他肯定是越导越熟啊 不可能越导越不熟 是吧 越讲武装图讲的 越有感触 越听课解 越有感触 越来越熟练 他导几个 导十个人进来学习 出五个D 他去SD了呀 这五个D对吧 他带着带着 对吧 都是系统D 对吧 带着带着 带一个D上SD 带一个D上SD 他出四个SD 就是ND 身价四千五百万 你说你上ND 就是三代内一起去 出一百个D容易 还是说 在传统行业 累计四千五百万 现金容易啊 对吧 所以还是没了 这样好好做 真的是非常值得的 就是不要 不要觉得说 引发一个人 还有这么多时间 没有耐心 耐心一点 真的是非常值得 好吗 然后我接下来也会 继续的 每一条线 一条线 一条线 去处理 因为就是系统运作 就是我现在跟你们讲的 你们要去感悟 然后自己去实操 你们就感觉了 然后呢 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市场 并不是说 群里面随便讲几句话 对吧 然后让他们听课 就不管他们了 还是要去检查呀 不断地去反复去练啊 自信线是干嘛的 自信线就是反复了 练习五张图 大家一起出D的呀 是吧 所以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三代 再检查你的期待 对吧 去把这个线 看到它到底是不是系统线 是系统线倍增起来 很快的 不是系统线 它就会慢慢掉 为什么 你消费者掉不了 经营者因为出不了地 就会离开呀 他赚不到钱 找不到方向 就会走啊 所以真的是要走对路啊 把别人带进来了 就要让别人走对路 不然真的是太可惜了 而且就是我发现 现在有的伙伴 做九共格就会说 啊这个是新人物 让五张图讲的不熟悉 我觉得你千万 不要看不起新人 不要觉得新人就怎么样 我最近的好多新人 就是好几个新人 学了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也是新人啊 对吧 讲五张图达得可溜了 因为人家下功夫了 人家认真学了呀 有的伙伴几年的 潮流就能读 都没有这几个新人 学了两三个月的来得高呢 就所以不要看不起新人 不要觉得新人 他就不能够讲 新人你要鼓励他 他只要能够讲五张图 对吧 用低来解决逼的问题 你说一个新人 市场出三个低 他市场三个低 加他自己十个 他就四五十个人 对吧 他只要能出低 他一定会有消费者 一定不会缺市场的 所以一定是用低 来解决逼的问题 而不是整天担心着伙伴 这个会员掉了 那个会员掉了呀 这个95的续定 是不是真的呀 对吧 就是美人家95的续定 是在于 你留住这么多老顾客 这么多老顾客 有95%个人 还会回来买 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停了 再走逼的路 你就会想 这个会员也掉了 那个会员也掉了呀 对吧 但你用低去解决逼的问题 你哗啦啦市场 对吧 出一批低 然后呢 每个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每个人留住25个老顾客 对吧 好好的跟进服务 对吧 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好好的服务到十个二十个 对吧 每个人管好自己 十几二十个人 对吧 是很轻松的 对吧 加上我们公司 强大的会员权益 那顾客留住系统 是没有问题的 一下子市场就起来了 好 那我就先不说了 然后系统 一定是系统运作 才有效果 好吗 自己去运作起来 还有包括系统运作三大 系统运作指南 就光学习系统运作指南 三大统一 这个大家也一定要去听 那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 加油加油 这个群里的每一个人 我相信你们都是可以SD的 自己给自己制定SD的计划 大象腿计划 里面最后一点就是 每个人都要制定 大象腿计划 里面的最后一个 就是制定SD计划 或者是培育SD计划 你来每个人 这不是为了上个D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计划 哪怕你不是一个D 你要做SD计划 你要学会做导入计划 计划 我这个月推多少个人 导入多少人学习 你就能够算出 接下来我能够 有多少人学习 就有多少人能上D 有学习的人 肯定能有人上D 你没有学习的人 肯定上不了D 是不是 然后你就慢慢算着 哪怕慢一点 三个月出一个D 对吧 在六个月出两个D 在那九个月出 出三个D D6 对吧 那D6 你再花三个月的时间 一年SD是妥妥的 只要走对路 都是可以的 好吗 那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真的就不能跟大家说了 然后具体的我们在咨询线 合作的时候 在每一个每一个线去检查 好吗 晚安 好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是小士诚 我在BB光学院 我愿意传承这份事业与使命 祝福所有的家人 合一付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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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